陈女士这辆奥迪Q2L是8月11号在杭州林平区中生紧奥奥迪4S店买的 裸车价15万2 就9月5号的时候我们开始车子过来加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还有倒车影像 然后就是装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开回家 然后车子停在车库里了 陈女士说9月8号去开车 提示右后轮胎气压不足 她赶紧下车检查 就发现那个有一颗螺丝扎在那个右后轮胎里了 我们本来是想就是说一颗螺丝嘛 然后就是车子的话自己去补一下算了 但是到了那个维修店以后呢 就发现这个螺丝啊 它这个花纹很特殊 然后一般的话都是不好拧的 然后这个螺丝发现就是跟那个我们车子上啊 其他的这个螺丝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 丁盖的花纹还有就是那个丁盖的那个大小 陈女士说装倒车影像时 工作人员曾对后备箱这块内饰板进行过拆卸 固定螺丝和轮胎上的螺丝看起来一样 那我也担心会不会是我的车上少了一颗螺丝呢 还有一种可能的话就是 4S店他们自己的螺丝掉在地上 然后他们挪动车子的时候扎上去了 4S店的话他说就是外面马路那么大 这个的话也说不好 就是在他们一定是在他们店里扎的 我不认可 因为你说马路那么大 但是如果说是要去扎一颗 扎一颗跟我车子上这个螺丝 一模一样的这种螺丝的这种概率 我觉得太小了 是车上螺丝 但是它不一定是 它不一定是这辆车螺丝 肯定是车上螺丝 这不一定 这不一定 它这个形式呢 应该是这种 类似于固定这个 固定这个 就塑料板的一种类型的这个螺丝 这个卡扣里面 这里有一个这个卡扣螺丝 它帽还要再大一些 它有一个外面的这个遮挡罩 您在装修的那个位置 它是对面是一个就维修车间嘛 它有很多这个事故车在那里 它有一些零散的零配件也是散落在这个车上 你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掉的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我不否认这个轮胎的钉子 是在我厂处里扎的 你这个轮胎 我也不纠结它螺丝到底是哪里出现的了 因为毕竟它这个这个这个钉子了 你也讲不清楚我到底哪里捡来的 哪里的路上的螺丝有可能都一样 所以就问客户的数据是什么 他就是给我换一个新轮胎 你看你也看到了我的是新的 这轮胎的问题 我可以去给你去修补好 这都没问题 按照标准给你修补好 但是你要达到换的程度 那我说实话 现在你怎么又会打不到你的这个诉求 马经理说 如果陈女士同意 他们会对车上相关部位的螺丝进行检查 对于陈女士的诉求 因为权限问题 他要向领导请示 有结果后会反馈给陈女士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